根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方面 暂停了原定于2023年在俄罗 斯蒂斯大城市叶卡捷林堡举办的 2023大运会相关事宜 这个消息在外网引起了渲染大波 纷纷猜测2023年的大运会 是不是会改变举办地点 不过根据俄罗斯相关人士透露的消息 这次可能并不是直接取消 此前2023年大运会确定将于明年夏天在俄罗斯举办 但如今看来这个赛程必然会被延期 这个事件和原定于2021年 在成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高度相关 因为疫情原因 2021年的大运会被推迟到了2022年 如果没有更多意外的话 这个夏天成都将会进行开幕式 但近段时间根据英国媒体的透露 即便已经推迟一年 但赛事仍然无法正常举办 可能会继续推迟到2023年 这也是叶卡杰林宝的赛事 筹备工作暂停的主要原因 毕竟这种大型赛事不可能在同一年举办两次 原定于去年的成都大运会 因为疫情而推迟了一年之后 可能再度推迟引发了相关参与者的质疑和讨论 微博上有人爆料了工作群内 要求相关员工到四川大学办理离职的内容 而理由则是成都大运会项目再次被暂停 其实在今年年初 疫情再次波及大陆以来 关于这些大型赛事会不会再延迟 就已经引发了很多讨论 不仅是在成都举办的大学生运动会 就连原定于杭州的亚运会 也有可能恒生波折 不过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方面 一直没有确定是否会延期 只是确定了原定于2023年的 俄罗斯大运会会延期 但相关人士也说 只是延期而非换地方去办 而成都大运会会延期的消息 也一直没有官方认可 相关的消息只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如果再度延期的话 那些为了赛事而做出不少牺牲的学生 可能会失去耐心 毕竟大学总共也只有四年而已 很多人都是为了参与到这个赛事中来 而放弃了考研等机会 当然大运会并不是什么影响力太大的赛事 在欧洲杯延期 世界杯差点延期的环境中 这种相对而言影响力不高的赛事 被延期也是正常事件 相比于去年举办都奥会时候的形势 如今显然要更严峻一些 地方政府出于安全考虑 而叫停赛事也很正常 疫情本身已经让赛事的举办成本大幅上升 一旦出现意外情况的 更是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生育 如果成都大运会推迟到2023年 那俄罗斯大运会必然也会顺延推迟到2024年 而且未来的赛程安排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毕竟两年一半的赛事 没有那么大的容错空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